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首先和听众朋友们播报在天气方面呢 那么今天星期五的天气好像是回暖的情形 普通的气温比平常要高出了15到20度 最低气温华氏46度 最高气温是华氏75度将近80度 那么到了明天星期六weekend呢 最高气温还会更高 可能会超过华氏80度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则消息 那么有两人在League City的住宅区被枪击 那么这两人还自己开车到医院去求救 但是目前不清楚到底涉及他们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形或是动机 好 另外这名38岁的男子 是从Montgomery County 就是Spring Area的地方呢 他目前在Philadelphia 费城被逮捕了 因为根据这是New Jersey 的警方说呢 他当时在Motel当中将他的妻子开枪打死 当时他的两名幼儿都在Motel当中 那么他是在New Jersey 被逮捕 相信不久之后就会被带回到Montgomery County 接受调查和审讯 好 另外这是在Spring Branch 的地方 有差不多三英亩的这一个区域呢 被当时的一家建筑公司在那边燃烧 应该算是Molch 以及当时他们所整地出来的这些树木和枝子 结果这一个燃烧呢 一直持续了一个星期 那么现在很明显的附近的居民表示 他们的空气品质严重受到了影响 那么现在一些应该是官方的空气品质的调查呢 现在已经开始对这一个燃烧进行他们的收集资料 好 那么如果您是驾驶Toyota RAV4 这个小型的SUV 年份是2013到2018年的话呢 那么Toyota说他们发现在其中车子内的电池 如果您是做起转弯的话 可能会造成电池移动过度而起火 因此他们打算要召回190万部的RAV4 到目前为止 Toyota还没有公布他们要怎么样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他们说将会和Toyota的dealership来做相关的沟通 如果您是有RAV4的话呢 可以上Toyota的网站去查询更详细的这个召回的新闻 好 接下来我们关心一下这则消息 好 那么俗话说 Don't mess with Texas 德州公园与野生动物局Parks and Wildlife Department 他们最近的一起案例就百分之百证实了这句话的可信度 起因是一名屋主刚刚完成装修 贪便宜找了一个熟人来丢垃圾 结果这位熟人不但没有把事情办妥 还把一车200磅的石膏板 试材 建材和各类塑胶制品全倒在私人的土地上 原本应该又是一件无稽可悬的悬案 但是一名信心的Games Warden 他在一堆垃圾中找到了不起眼的Barcode的号码 并且寻线找到了卖主建材的店家 那么卖主店家调出消费记录后 发现是刷卡结的账 寻手员又从信用卡找到了屋主 屋主最后坦诚上述的情节 好笑的是当这个Smith County Sheriff Office 逮捕乱丢垃圾的嫌犯时 他的卡车上还在满着满满的垃圾 正要处理掉 最后这名嫌犯被要求处德州的重罪 因为乱丢垃圾与固体废物 他可能得蹲在牢里180天至两年 并且要罚金一万美金 好接下来看一下 在昨天星期四 Pasadena Chamber of Commerce 他们举行了每年一度的Taste of the Town 就在Pasadena Convention Center 他们聚集了有30多个local的餐馆 在那边来做特别他们的食物和饮食的展示 以及拍卖等等 那么吸引了数千人参加 Pasadena的这一个商业协会表示 这是要帮助在Pasadena的地方的生意 之后在这边也可以看到 许多人昨天出席了这一个Taste of the Town 他们发现了原来就在他们的林社附近 就有许多非常棒的好吃的餐厅 好再来看一下 昨天在市议会上已经通过了一个议案 就是向西南区的这个West Chess 商业区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那么这个West Chess呢 当会获得这笔资金的时候 在某些人看来 目前休斯顿的财政状况 似乎十分非常严峻 为什么能够让West Chess如此顺利 而且都不需要提问的情形之下 拿到这一品巨款呢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在2013年的一项协议 允许West Chess的地产税款项 流向West Chess这个地区 而不是市政府 这项2013年的协议 是将2011年的地产价值作为基准 随着从那一年开始的地产价值上升 给付在这些更高数值上的税款的三分之二 将直接流向West Chess District 市政府不能够将这些款项用于其他的用途 这是要归功于允许这个情况发生的德州法律 更重要的是 这个安排的目的是吸引人们和企业来West Chess投资 星期三市议会批准了将这个安排延长十年 一直到2033年 在过去十年中 这个安排已经直接向West Chess District提供了7400万美金 根据预测 接下来的十年里将直接再向West Chess区域提供1.32亿美元 这个数字不包括可能最终用于相关项目的市政府 以及其他资金 这是根据我们在Houston Chronicle的他们的资料所得到 那么总之这么多的资金流向这么小的社区来讲 是十分显眼的 但是West Chess表示呢 这一个资金将会被用来发展经济 以及改设公共措施 好 最后我们看一下在这个weekend有主要的公路关闭 如果您需要行驶在这些公路上要特别留意 第一个是288望东的方向 在South Loop的地方是完全关闭的 还有不要忘了在这个周末Galveston将会有Long Star Rally 有数万辆的可能是摩托车将会在那边聚集 因此在这边提醒 如果您要去Galveston的话呢 要提早准备并且要留意交通 好的亲爱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在这边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五和weekend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放